特朗普自上任以来,就在处理美国与俄罗斯的大国关系时一再玩火,近期以来更是将黑手,伸向了对全球安全起重大作用的中导条约。 该条约对于美俄双方来说,本来是一份对等的协议。 然而特朗普却多次以被占便宜的姿态,宣称要将其撕毁,并以此来要挟俄罗斯。 在美国的步步紧逼之下,战斗民族俄罗斯终于被惹毛了。 俄总统普京刚刚做出了一个霸气侧漏的强硬表态。 2月2日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,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该国外长拉夫罗夫以及王长少依古时指出,俄不应再提议就裁军问题,而跟美国举行会谈。 普京对此解释称,我们很多年来多次提议就裁军问题,举行详细会谈,可近年来我们看到的是,我们的提议,并没有得到伙伴美国的支援。 相反,一直以各种借口来破坏成型的国际安全体系。 普京这番话,无疑是针对最近美国已退出中道条约,来向俄罗斯施压而言的。 从这番话也可以看出,并不是俄罗斯不希望保留该条约,也不是俄罗斯单方面不希望跟美国就该条约的去留问题而展开会谈。 只是因为美国一直毫不尊重这份条约,而且也不尊重其他既定的国际安全体系。 也就是说,是美国方面根本就没有诚意跟俄罗斯脱伤,维护全球安全的有关协议。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。 美国去年就正式退出了伊核协议,近期又将中岛条约,推到了即将破裂的边缘。 毕竟美国目前已暂停旅行该条约业务,而且半年以后将有可能永久退出该条约。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伪善嘴脸是彰显无疑的。 即一边在推动美国退出中岛条约,而一边又做出一副极力维护该条约的姿态。 就在2月1日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通过媒体向外界表示,称我方将继续同俄罗斯合作。 美方愿与俄方进行军控谈判,以改善我国及盟国的安全形势。 而且他还同时假新鲜地表示,美国希望跟俄罗斯改善关系,并希望俄方改变在中岛条约等许多问题上的做法。 可从美国的所作所为来看,却并没有表现出希望跟俄罗斯继续合作的样子。 因为一直以来,美国就无理无据地蛮横指责俄罗斯违反中岛条约,并多次扬言加紧研制受条约限制的武器。 当然,这些也并非是改善美俄关系的行为。 不过随住局势的发展,美国的企图终于掩藏不住了。 2月2日,特朗普做出了表态,称他希望签署一项新的协议,来替代中岛条约。 可需要说明的是,中岛条约,迄今已成立超过了30年。 已被充分证明对缓和美俄关系,增进全球与地区和平,维护全球战略平衡有重大作用。 而如今特朗普,已相当不满足中岛条约为美俄两国带来的这种军事状态,也在美国安全思维上,表现得太贪婪,太极端。 特朗普称,签署新的协议,已取代中岛条约,无疑是企图签署一份更符合美国单边利益的协议。 因为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是无法改变的。 事实早已证明特朗普也并非是愿意对全球安全负责任的大国领导人。 因此,普京在刚刚对俄外长及防长做出的不要再提议,就裁军问题,而跟美国举行会谈指示,就无疑是顾虑到了这一点。 同时,这也是对以上蓬佩奥及特朗普,相继表示出要与俄方会谈,并签署新协议的断然回绝。 俄总统普京之所以回绝美国方面,关于展开裁军问题,以及签署新协议的会谈。 是因为俄罗斯作为一个顶级军事强国,是不可能甘愿被美国牵住鼻子走的。 美俄两国对中导条约,应当履行对等的义务和权利。 然而特朗普却一再表现出,要让美国挣脱条约束缚的姿态,不仅要研制受条约限制的导弹,还极有可能将这些导弹部署在能对俄罗斯形成巨大军事威胁的欧洲。 因此,俄罗斯也需得寻求与美国对等的权利。 2月2日,俄外交部发布了一则重磅信息,指出俄罗斯保留在开发、生产核部署陆基中程、核中短程导弹方面,采取对等行动的权利。 这显然表明俄罗斯不愿意跟美国举行指令以后者的财经会谈,而是要寻求在研制导弹方面,跟美国对等的具有实质性的权利。 这也是对普京最新强硬表态的强化和呼应。 美国本来想就退出中导条约,而向俄罗斯施压。 却没想到接连遭到俄方的应对。 同时若如同俄外交部发布的最新讯息所说的俄保留开发、研制、保留中短程导弹的权利。 这也是美国所轻易承受不起的。 尽管在经济方面俄罗斯相比美国颇有不如。 可俄罗斯强大的导弹实力及导弹研发能力,也足够让美国望而生畏。 在俄罗斯强硬回对之下,美国方面终于现出了让步的迹象。 2月2日,即普京刚刚就中导条约发表不再提议以美国会谈的表态之后,美国国务院隔空喊话了。 称如果俄方重新遵守该条约,美方会撤回有关停止,履行自己义务的通知。 因为若中导条约真的破裂而新协议,又无法签署。 美国在俄周边的军事基地,都必将面临俄罗斯的导弹威胁。 而且极有可能挑起让美国承受不起的军备竞赛。 在俄罗斯的强硬回应之下,美国的霸权终于收敛了。